葉凱希還是梁靜寬 3 2 3 2 3 所有Sandy Vito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江洪恩 又見面啦 讓派還是反派 反派 不好意思 下一個女生照顧好的媽媽 讓你想我一哭啦 我裡面要做好感人 我要做好感人 我若是沒有跟你打個打一槍 怎麼你要翻筷我 如果以現在的狀態的話 我覺得演反派比較好玩 不會做的一些反應 不會做的一些態度 你可以在表演的時候把它發揮出來 演反派你可以有很多 平常根本不會去做的事情 我在表演的時候 我就比較不會看網路上的這些評論 會去批評戲裡面表演的這個角色 但他們也會對戲外的你 是從事什麼樣的活動 從事什麼樣的居家生活 他們也會去關心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一些觀眾朋友或網友 他們 某種程度上是 越變越成熟啦 夜彩希還是梁靜寬 3 2 3 夜彩希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關注這個問題 夜彩希是蕭天蕾愛她 梁靜寬是梁靜寬愛蕭天蕾 開槍我們才能當大人 是說你如果是不會 我會跟你教你 沒有 我會跟你講 你就要這樣 你如果要補一下風 沒有 江洪傑還是蕭天蕾愛 1 江洪傑吧 江洪傑 為什麼會覺得蕭天蕾 蕭天蕾是一開始 就整個從我去構想 很完整的去設計的一個 反派的角色 但是可能大家應該會 區分的出來 蕭天蕾跟江洪傑的那個 壞 跟那個反派的感覺 其實是 是不一樣 一個是比較顯性的 一個是比較隱性的 對嗎 因為你剛剛突然問我 我剛剛腦海裡面想到的是那個 江洪傑的反應表情 你不要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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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洪傑 你是沒辦法 但是身為演員來講 我覺得 應該每個都要很喜歡 因為每個都是我演的 唱歌還是演戲 演戲 因為 但是其實也許有些 觀眾朋友不知道 我 進演藝圈 我的第一份的合約 是唱片合約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發唱片 不過在這個拍戲的 拍戲的過程當中 的這個機會反而是越來越多 所以自己後來就覺得 是不是 是不是自己 應該朝向這個 戲劇的方向來做發展 所以慢慢慢慢慢慢 才開始對 對演戲 慢慢有了興趣 然後一直到拍了一些戲之後 給自己建立了一些基礎 自己才 才 才 越來越愛 表演 配動還是主動 3 2 我覺得主動會比較好 因為主動的話 那畢竟你任何事情 你都去做了 自己主動去做了嘗試 去做了 去做了 你自己思考過的一些 決定 可以和動物有溝通的能力 還是聽通全世界語言的能力 3 2 可以有和動物溝通的能力 因為 我 我就是特別對 貓啊 對狗啊 我覺得我會 很有耐心的去 去了解他們 因為 可能自己愛 自己愛 不管你去照顧他們 你陪伴他們 日積月累 你慢慢慢慢 你就可以觀察出來 他們 他們 看你 他們 黏你 或者是他們叫你的那個聲音 或者是他們的情緒 我覺得都會 你都會慢慢 整理出來 他們大概 大概是 什麼樣的 心情 或是他們正在對你有什麼樣的 想法跟需求 滷肉飯還是牛肉麵 3 2 1 牛肉麵 滷肉飯跟牛肉麵 都是我的最愛 但是我最近吃到的 是牛肉麵居多 吃什麼都會胖 還是吃去 吃去味覺但怎麼吃都不胖 吃什麼都會胖 我對小吃啊什麼 我都非常的 熱衷於專嚴 熱衷於品嘗 然後我真的 我是非常於吃狂於全程的小吃的人 那當然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因為每個角色演出的關係不同 有時候甚至你要很瘦 但是你因為要工作 你又不得不要瘦到那樣的一個標準 所以真的最快的方法就是 不管好自己的嘴巴 但我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過午不吃 我過中午我就不吃 因為像我很喜歡騎車 騎車你騎上山路的話 上山下山下來大概 三個到四個小時 所以我大概就花三個到四個小時騎車 然後最主要是晚上不吃 那不過這一陣子 我也在做了自己的 自己家常菜的食譜 也準備要推出了 單純的家常菜的 因為這個瘦身的話 這個又是另外一門客了 那我自己呢 我也不會太虐待自己 所以我也把我自己喜歡吃的 這個愛吃的家常菜呢 我也列了一個名單 然後做了一個 家常菜的食譜 來跟朋友分享 其他的話也是有做一些 演出的安排 那現在就是準備 這個三立的下一部的八點的演出 就請所有三立Vido的觀眾朋友們 繼續關注和支持洪恩 後面的動態喔